小钱时常会怀念余额宝刚推出的那段日子,那个时候,余额宝的收益是真心高啊,6%加的收益率,可以直接用来消费,还没有额度限制,只要有闲钱,放在余额宝就好了,可惜,好景不长。 没过多久,余额宝的收益就一路跌破6%,5%,4%,3%,在跌收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余额宝收益率走势,现在,余额宝的收益又有跌破3%的趋势,目前余额宝的期日年化收益已经降至3.19%。 余额宝去日年化收益,有人一真见写的指出,余额宝的收益非常低了,1万98毛7,吃个茶叶蛋都不够,余额宝里面满定的博士现金货币A,收益更是跌破2.8%。 这点收益,甚至连许多银行的定期存款都赶不上了,部分利率较高的银行存款,收益为何越来越低? 以前人见人爱的余额宝,为何收益会下降得这么厉害呢? 余额宝本质上市货币基金,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,包括票据,同业存款,转期债券等,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,同样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。 余额宝收益下降,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不差钱了,一方面供给多了。 今年4月,洋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,将准备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,银行不缺钱了,自然也就不需要用高收益产品来吸引资金,市场化利率自然走低。 另一方面需求少了,股市维米,楼市冰封,美国搞事情,黑天鹅事件频发,经济形势被一买笼罩,大众对高风险投资逼之为恐不及,对钱的需求自然就少了。 经济形势不好,又导致更多的人将钱投向货机,和银行存款这类低风险的地方,这又会进一步增加货币的供给。 供给多,需求少,价格下降,没毛病,最近水本的走势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。 水本宣称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,可以简单理解为银行间短期借款的利率,也就是短期货币的价格,一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月水本外力。 最近几个月,三个月水本一直呈现大便下跌的趋势,目前该指标已经跌破2.9%,回到2015年至2016年的低位,三个月水本近期走势,货绩利率下降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货绩新规性质赎赎回,今年6月,证件会颁布了货绩新规,新规是这样说的,一,对替加林输回提现时实现额管理,二,除了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来,进去其他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,为替加林提供电资,以前货绩基本上都是替加林,也就是随存随取,这是因为有机构或者个人给客户电资。 然后再将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给电资方,现在,电资被禁止了,银行断了万元,就不得不留出更多的钱来应对替加林的赎回要求,这样用来投资的资金就少了,相应地,收益当然就低了。 收益是下滑了,但是余额宝的管理费和托管服务费等费用,可是一点都没有上的。 按照目前的趋势,余额宝的收益还会进一步下滑,在这种情况下,再把钱放在余额宝,显然不是明智之趣。 当然,如果是准备用于消费的小额资金,还是可以继续放在余额宝的,毕竟论消费的便利性,还没有其他产品低得过余额宝。 但是,如果想获取更高的收益呢?高收益和畜群,余额宝的特点就是兼具流动性和低风险,满足这两个特点的,收益又比余额宝高,就可以作为余额宝的替代品了。 话不多说,直接上干货,基金吸宝宝,虽然货币基金的整体收益率在降低,但是仍然还有一些货币基金表现十分坚挺。 既然如此,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货币基金来代替余额宝。 目前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4%的货机,这是小钱在天天基金网上找到的目前7日年化收益超过4%的货机。 对货机来说,4%的收益已经目前已经算是比较可观的了。 不过货机的收益波动较大,建议大家在选择货机的时候,可以看看长期收益。 比如最近一年的收益,选择那些不仅收益高,而且收益稳的产品。 互联网宝宝,市面上的宝宝类产品,可不止余额宝一家。 目前各个互联网剧头们都有自己的活气理财产品。 比如腾讯的林钱通,金融的余额宝,京东金融的小金库,天天基金旗下的活气宝。 截至9月5日,7日年化收益从高到低排区分别位。 京东小金库理财金,3.97%,林钱通一方大一理财,3.83%,月额赢3.61%,活气宝4.75%,基金系宝宝和互联网系宝宝,包括余额宝在内,本质上都是货币金金。 只是收益高的不同,我们打可以哪个收益高就放在哪儿? 不过选择太多,平凡更坏标的也比较麻烦。 一个相对简单的做法,是将钱放在天天基金的活气宝。 活气宝是目前几类互联网宝宝里面收益最高的。 什么时候活气宝收益下降,可以直接用活气宝里面的钱来购买天天基金,里面收益更高的活气。 创新型银行存款,在余额宝等货机的强大攻势下,人们将钱存在银行的意愿越来越低,银行当然也不能坐以待币。 现在不少银行都推出了创新停存款产品。 就像小钱之前在保本保息,随存随取,周末也提息,收益秒杀余额宝。 中说到的负民宝,就是负民银行推出的创新型银行存款产品。 它本质上是一种银行定期存款产品,但是却和货机一样可以灵活存取,而且年化收益高达4.7%,现在降到4.5%了。 目前负民宝可以在京东金融的银行家里面买到,但是为了控制规模,每月限量发售,有时可能会抢不到。 不过京东金融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银行存款类产品可以选择。 这些产品的期限从30天到5年不到,收益大多在4%到5%之间。 这是里面几款短期产品的收益率,短期理财产品。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短期理财产品。 这类产品大多由养老保险公司发行,属于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,投资于流动资产和雇收类基产,和货币基金类似。 但是期限固定,收益比货积略高,这类产品在支付宝的财富界面的定期里面可以找到。 此外,微重银行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短期理财产品,在微重银行的稳健理财,定期加里面可以找到,收益在4.38%到-5.15%之间。 小田今天给大家说的,都是风险非常低的理财产品。 这类理财,在我们的资产配置中起到垫底和遮转的作用,我们短期用不到的钱,都可以放在里面。 尤其是当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,投资一些低风险收益,又比较可观的产品,是帮助我们平稳度过经济寒冬的不二选择,苦日子可能真的要来了。 接下来一段时间,降低消费,勒紧裤腰带,收益能高点就高点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